Hello,大家好,我是Lisa,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我今天和大家來到Burnerby Brandwood 區 去看一個樓盤 地產商是Envium,樓盤的名字是South Yards 我和大家進去了解一下 South Yards 整個開展是分四期的 首先是第一期 第一期會有兩棟 這邊是第二期,這邊是第三期 第四期,包括兩棟 都是Vento的建築 我們進去看看第一期建的兩棟樓 首先第一棟賣出來的就是Tower A 這個是向東的,東座 這個是Facing Dawson Street 這邊是向北 這個是遲些會才會出售的 這個是西座 它有一個西座 它就會有一個Gym Room 它這個主要是在這裏 它有一個Food Bridge 就來去Tower A 這邊的 它這個Amenities 這裡就有 冰冰球桌 玩的 一個Garden Payground 還有Color O'K 房間 它由六樓以下 它是給Long Market Rental 我和大家看看 這個Fall Plate 有不同的Fall Plants 它一層裏面有十二個單位 這邊是向北 其中一個特色的 這個One Bed Room 是404呎 但是它是連同車位的 它的戶型都不錯 一會兒和大家去看看 那個Display Room 另外它在這個西北角位 東北角位 都是兩房的單位 如果在那個Color位 當然它的景觀 彩光 都會比較好些 但是就看看 它都有它的Display Unit 是顯示C1的Plan 709呎 一會兒和大家去看看 進來 它真的沒有浪費 它用到每一吋 這個是24吋的雪櫃 它的電器 就是用Fulgar Milendor 這個意大利牌子 四個明火爐頭 一個basin 還有垃圾桶 就是用Fulgar Milendor 它們的房間 其實如果有一個人住 都足夠的 大家可以看到 然後是一個Living Room 如果是Dining Area 它這個Display 有一個Idea 就這樣 簡單單單 都很好 可以省地方 因為如果擺一張正式的桌子 就會比較窄 空間 這裡是一個衣櫃 它現在就 設計一個Idea 就是做了一個書房 即是書桌 但是它本身是一個衣櫃 是有門的 這些是Display Item 是不包的 大家看看 這個房間就是這樣 可以放到一個Double Bag 還可以放到床頭櫃 也可以三邊下床 窗戶都是由底到頂 九尺樓底 所以採光也是非常之好 在這個廳裡出了一個Balcony 它那個Balcony 是很大的 有整一百尺的 向筆 這個Display Unit 它用的Color Scheme 是Light Color 它的Color Scheme 有Dark 和Light 一會兒跟大家出去看看 它兩個不同Color Scheme的顏色 這個就是他們的Dark Color Scheme 這個就是Light Color Scheme 剛才我們看到 1Bed Room C1 Plant 它們的Display 就是用了這個Light Color Scheme 跟著跟大家去看看 2Bed Room C1 Plant 它的面積是709尺 帶大家進去看看它的Dark 它就是西不角和東不角兩邊 大家看看它裡面的Light Out 可以去看看它 2Bed Room C2 Plant 5Bed Room C2 Plant 2Bed Room C2 Plant 3Bed Room C2 Plant 2Bed Room C2 Plant 2Bed Room C2 Plan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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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保持材料暫時預計是五號七一呎 它有包風條、熱水、gas 預計的完結是2027年的夏季 在下面你們可以看到 總共分五期 總共是25% 除了Junior One Back Room 包車位之外 其他都會包一個EV的車位 包括One Back Room 404呎 都有一個車位包了 綜合來說,交通非常方便 去Brandwood SkyTrain站 都是幾分鐘就到了 在Brandwood Mall 購物圈子很方便 整個生活圈子都有 新增加了Brandwood Mall 裡面又很新增加了 其實Brandwood這個地區 最近這幾年發展得很好 很快 周圍都是一些新型的高樓 交通很方便 生活、買東西都很方便 周圍都是很近高速公路 其實我們去Downtown 去Witchman 周圍都是很方便 都很方便 就算去Metro Town 我們大概需要10分鐘的車程 都可以去到Witchman 就半小時左右 很快 是一個比較 就是很多年輕人喜歡的環境 就是繁榮、快 有Modern的建築 這個樓盤 看到它的性價比 都非常之好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有興趣想投資或自住 都可以聯絡我的 拜拜